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达到了重度污染的程度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一整天 我市的禁地表面都被一层灰蒙蒙的空气笼罩着 能见度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根据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监测数据 从昨天凌晨4点到下午2点 我市空气就出现了轻度污染过程 虽然下午以后污染状况有所好转 但是到了今天凌晨2点左右 我市平均空气质量指数就一度回升 达到了100这一轻度污染的临界线 并持续上扬 到中午10点 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了重度污染过程后 在中午12点达到了220的顺时最高值 而从我市各个监控点位来看 位于古浪雨的国控点 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最不理想 空气质量指数从上午8点后 就一直处在重度污染水平高居不下 从全市情况看 整个雾霾过程中 贡献最大的污染物为PM2.5 据分析 这次的雾霾过程主要是由于 我是本地的污染物扩散不出去造成的 主要也是因为扩散条件不好 因为就是说是有稳定层结嘛 这样匀层比较多 垂直扩散不好 水平分速又很小 水平又扩散不出去 这样的话本地周边排放的污染物 都会在境地层聚集 这样就导致我们的污染物浓度是持续上升 雾霾在今天也同样弥漫在了 我省的福州 龙岩 漳州等城市的上空 总体来说 全省的空气质量状况都不理想 虽然目前我市各部门已经采取了 各方面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但综合气象条件等各方面因素来看 这样的空气污染过程 在未来两天有可能还将持续 明天后天的话 这个扩散条件没有明显好转 就是说污染物浓度预计还是比较高的这种浓度 然后今天晚上的话就是看预测是会有降水 但是主要看这降水量的情况 如果降水比较大的话会对污染物的清除效果比较明显 另外 目前清明祭扫高峰已到来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 扫墓时应当文明祭扫 尽量控制爆竹燃放及祭品焚烧 为良好的空气质量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记者小慧 吴国豪报道 空气污染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真的给很多生物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就好比紫水鸡 它一直被称为是最美丽的水鸟 然而 这种最早在厦门被发现的鸟类 如今却很难再见到 不过近日呢 厦门观鸟会的成员在祥安区 再次看到了紫水鸡的身影 眼下紫水鸡就要进入繁殖季了 那么 新发现的繁殖点生存情况如何呢 在位于祥安区西冰村的张大桥水库里 有着一大片湿地 成片的水竹草和芦苇在这里生长着 几只黑水鸡正在湖中觅食 虽说与紫水鸡同属殃鸡科 但黑水鸡明显大胆一些 紫水鸡则相对害羞 看着一只只黑水鸡在湖中散步 紫水鸡也耐不住寂寞 慢慢从草丛中走了出来 远远望去 紫色的羽毛散发着闪闪光泽 在水足草丛中 它们用红色的绘 着实着水足草根部的嫩芝 可能是发现附近有人 很快它就又躲进了芦苇丛中 厦门刮鸟会的成员介绍 大约是在一周前 它们在这里发现了紫水鸡的踪迹 鸟会希望掌握一下 这个厦门的一些个鸟 鸟类的情况 没事的时候会过来 我看到的大概就有十几二十只左右吧 有繁殖的行为出现吗 很没看见 但是它一定在 这是流鸟 一定是在这儿繁殖的 据介绍 紫水鸡在全世界一共有13个亚种 其中华南亚种是1868年 在厦门第一次被发现的 厦门也就成为了紫水鸡 华南亚种的模式产地 不过在1900年之后 紫水鸡有100年左右 没有在厦门出现 几年前 厦门刮鸟会的成员 在锦美大学附近的一片芦苇地中 再次发现了紫水鸡 但近两年 那里已经变成了工地 紫水鸡也逐渐转移到 原博院里的一个生态岛上繁野生息 加上这次发现的 小安区张代辽水库 厦门目前共有两个紫水鸡的繁殖点 每年的4月到7月 是紫水鸡的繁殖季 此次发现的这个繁殖点 因为地处一个鱼塘 经常有人来人往 包括车辆的经过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繁殖 可以看到厦门官鸟会的成员们 特地做了这样一个围挡 来保护紫水鸡的繁殖地 厦门官鸟会的成员表示 因为生性胆小 紫水鸡繁殖期 最忌讳的就是被打扰 他们目前也正在 与当地居民协商 在厦门长久生存下去 记者王玉坤 高志强报道 今天中午 荷兰皇家航空的首架 波音787-9梦想客机首航厦门 这个机型是目前 航空业最先进的机型 和航方面也希望 通过新机型的投用 为厦门与欧洲的航空通道 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上午10点33分 荷兰皇家航空 全新的波音787-9梦想客机 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从荷兰安姆斯特丹国际机场 飞抵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据了解 波音787-9飞机 是目前航空业内 最先进的机型 它采用环宇商务舱 配备全平躺座椅和直通通道 同时降低了乘客 晕机缺氧耳鸣的几率 很适合这样的长途洲际航线 前去的飞机 它是这个商务舱是2 2-4-2 那回来是1-2-1的排列 那就是比较宽敞 波里可会自动变换 那个颜色调整光度 我们试图为我们的中国航空 有中国食物 有中国航空 有中国电视机 有中国电视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表示 他们开通的厦门至阿姆斯特丹航线 已经经过了五年的直航 现在搭乘这条航线 往返中欧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 因此 他们也将厦门作为 核航首批启用 787-9梦想客机的 中国三个目的地之一 记者刘宁杰 黄超报道 最近不少市民反映 祥安和同安的多处 公交车后车亭里 广告灯香遭到人为破坏 灯香的广告喷汇 全都不见了 记者在同安的城南公交车站看到 后车亭两个灯香里的广告喷汇 都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灯管 灯香维护人员介绍说 这里面的广告喷汇 已经被偷走了四五次 由于广告喷汇多次被偷 这个灯香上用来固定的螺丝 也已经坏掉了 轻轻一抬 就可以将整个外壳抬起来 而就在不远处的 同安汽车站南的后车亭里 广告灯香也被人盗窃 除了广告喷汇不见了 就连里面的灯管 也被破坏的乱七八糟 记者走访中发现 附近五六个车站的广告灯香 都无一幸免 全部都只剩下空壳 灯香维护人员告诉记者 被破坏的灯香可远远不止这些 现在整个祥安区和同安区的 111个站点的160多个灯香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从11月份管理到现在 就是我们日常悬查的话 就发现那个画面经常被偷 而且是陆陆续持续被偷 那1月中旬的话 就发现整个同安区 强安区全部画面全部被偷了 那我们有到当地派出所去报警 也去立案调查 后面它又是会出现 持续续的那个画面丢失 那到2月就3月25号 又发现整批量又全部被拆了 灯香维护人员说 这样大面积的广告喷汇丢失 已经给公司造成了 6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采访中一些市民也表示 这些后车停的灯香广告 遭到破坏 对市容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灯香维护人员说 接下来他们会对这些 被破坏的广告灯香 进行维修和重新安装喷毁 他们也在想办法 在灯香上安装一些保护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同时也希望如果市民发现 有人破坏广告灯香 能够及时地拨打110进行举报 记者范琪 高志强报道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 但是在上周末两天 全市祭扫人数就已经达到了 17.4万人次 掀起了今年清明节祭扫的 第一个小高峰 虽然灵源方面都做好了 相应的准备措施 但是在祭扫的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现象 林阿姨是同安安乐永久墓园的一名保健员 上周末两天 墓园迎来了祭扫高峰 她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 她说工作中除了清理一些祭品包装纸 饮料瓶等垃圾外 等到祭扫市民离开后 一些祭扫用品让他们很难清理 林阿姨说 一些蜡烛在燃烧之后会粘在地面上 他们都需要用铲子一点一点去清除掉 采访中记者也看到 在一块墓地上 一小片草坪已经被烧焦 墓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时市民在祭扫后 没有将再燃烧的香烛熄灭就离开了 被风一刮 倒下的香烛就点燃了草坪 幸好当时他们及时发现进行扑灭 有部分的人还是会燃放烟花暴主 这一点的话 我们还是在呼吁广大市民 尽量的鲜花祭扫 祭扫完毕以后 尽量的保证墓地上面的没有火星 墓园工作人员说 在祭扫过程中 大部分市民都能够采取文明的方式进行祭扫 但还是有部分市民祭扫中不注意用火安全 在薛岭山林园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临时增设的竹制垃圾框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样的垃圾框已经被烧掉好几个了 而起火的原因 是很多市民将没有熄灭的一箱 直接丢弃到里面 薛岭山林园工作人员说 清明节我市各个墓园都将迎来祭扫高峰 他们虽然增设了一个临时停车场 但是园区在这个节点还是会出现停车难 希望大家尽量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一个家庭五六个人来扫墓 开着三四辆车过来的 这个太浪费了 我们停车上也有限 压力很大 我们承受不了 据了解上周末两天全市陵园的祭扫人数达到了17.4万人次 市兵葬管理处预计 清明假期的三天时间将出现祭扫高峰 希望市民尽量错峰进行祭扫 同时也希望市民在祭扫过程中能做到文明祭扫 遵守陵园的管理秩序 记者雄伟洋人杰报道 虽然传统祭扫仍然存在 但是文明祭扫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现在传统的纸质祭品的销售相对冷清 而鲜花则唱起了主角 不过受到前段时间持续阴雨天气的影响 鲜花的价格也是节节攀升 上午在大生里附近的一些销售祭祀用品的店铺里 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纸质的祭祀用品 这里既有传统的纸钱 也有比较新潮的洋房小车 不过量都不是很多 店家们说 这两年除了纸钱还有些销量外 来买其他纸质祭品的人是越来越少 销售也是越来越冷清 虽然临近清明节 但是他们也不敢备太多货 相比传统的纸质祭品 鲜花则成为了现在 清明节祭祀用品市场的主角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市区不少花店都已经将白菊花 黄菊花 白百合等 用于清明祭扫的鲜花 摆放在店门口的显眼位置上 一些店内还摆出了许多 已经扎好的花篮和小花圈 花店经营者介绍说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 这两天鲜花开始逐渐热销 除了传统的菊花之外 百合 康乃馨 勿忘我 太阳花等 其他品种的鲜花也都卖得不错 搭配一般也是以菊花为主 菊花 康乃馨 金鲤草这些 不过今年鲜花的价格 却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 现在一般的黄 白菊花 一只已经卖到了四块钱左右 比去年贵了一块多 而一些货源比较紧张的白玫瑰 价格更是大幅上涨 白玫瑰到十几块 比清的再贵了 现在花太贵 现在什么价格 什么花比较贵啊 现在 菊花 我一张二十块 去年啊 七年十多块 大涨啊 一些花店经营者说 今年鲜花价格上涨 主要是和前一段时间 持续阴雨天气有关 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 鲜花销售的高峰 届时鲜花价格还有可能 继续上涨 不是很充足啊 都是停电掉回来 整车的货都掉回来 要提前被换 到那个时候都非常紧张 因为下雨下一下 重举花的那些农户嘛 他们肯定也有一点点的损耗 然后跟不上量 价格肯定也是完美的 欢迎回来 有两名眼君子 深更半夜在祥安街头 准备进行毒品交易 本以为他们的违法行为 不会被发现 但是两人的一举一动 早已被狐狸警方盯上了 近日经过伏击守候 这两名男子 在进行毒品交易时 被警方抓获 缴获毒品近三千克 本月初 狐狸警方掌握到 一名居住在斯明区 文造的陈姓男子 在从事吸毒贩毒活动 通过对陈某活动轨迹的排查 民警获取到一个重要线索 每隔十几天 就会经营我们那个 祥安隧道那边出导 前往祥安 而且他出发的时机都是下半夜 我们经过走访 发现这个陈某 他在祥安 那个也没有什么亲友 大胆的判断 这个陈某某 他有可能半夜 驾车到那个祥安去 有可能是购买毒品 通过对陈某的进一步调查发现 3月22号 陈某再次驾车前往祥安 狐狸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缤纷多路前往祥安进行搜寻 最终在祥安一处小区大门口 发现陈某驾驶的车辆 经过排查发现 陈某进入了小区夜行男子的家中 不久后 夜某从家里出来 到了另一个小区 对此民警采取伏击守候方式 紧盯两名嫌疑男子 陈某某在六点多的时候 就是出了A小区的大门口 而且是直接启动自己的汽车 然后与此同时 另外在B小区的另外一路 那个侦察员也反馈 说那个夜某某 这个手中多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而且是站在B小区门口 像是在等候车辆 或者等候水过来接一样 我们就得出这个大胆的判断 这个陈某某 就是驾车应该 就是要去B小区 去接这个夜某某 果然陈某接上夜某 返回到夜某住处的小区 看到时机成熟 伏击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 当场将两人控制 并收缴到冰毒1015.5克 海洛因767.2克 随后民警又在夜某的 另一个住处内 缴获冰毒100.4克 海洛因106.4克 以及毒资12万元 经查44岁的陈某 和39岁的夜某 都是本地人 两人都有十多年的吸毒史 平时陈某自己在做生意 而夜某则是靠贩毒为生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狐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玉伯飞 段志伟 特约记者刘海燕邦 放学回家路上 一名小女孩 在斑马线上遭遇了车祸 而肇事的小轿车驾驶员 却驶离了现场 这一幕就发生在 昨天傍晚的杏林杏北小学后门口 昨晚七点多 记者赶到事发的杏北小学后门口时 车祸中受伤的小女孩 已被120医护人员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车祸发生时 摩迪司机任师傅 正在附近候客 她说 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一名小女孩 在她奶奶的带领下 出了学校门 准备回家 就在小女孩小跑过马路时 一辆轿车迅速驶过 任师傅说 车祸发生后 小轿车在路边停了下来 车上的驾驶员下来看了看 然后又上车开走了 根据任师傅的回忆 照实车辆是一辆黑色轿车 车牌里有0893个数字 而且当时车上还坐着两名女乘客 车上不是有总共有三个人吗 两个女的 在第一医院 性灵分院急诊科进行紧急治疗后 这名小女孩被送到了骨科病房 小女孩的妈妈随后也赶到了医院 她告诉记者 小女孩今年9岁 在性北小学上一年级 她们就住在小学的对面 因为左腿骨折 这名小女孩还需要进一步的手术治疗 目前吉美警方已经进入调查 记者咸云 方艺舟报道 那根据记者下午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吉美警方已经找到了 肇事车辆的驾驶员 目前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今天凌晨四点多 有市民发现一对母女 漂浮在云当湖的水面上 接到报警后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将两人救起 不幸的是 经120人员现场确认 女孩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声明迹象 凌晨四点多 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 发现两名女子漂浮在水面上 两人距离岸边15米左右 随即两名消防官兵 立即带上救生圈跳进湖中 不断向两名女子靠近 在抱住两人后 两名消防官兵向岸边游去 到达岸边后发现 其中一名女孩的手腕处 有一条红绳与一名妇女绑在一起 消防官兵立即将红绳解开 把两人救上岸 经120急救人员现场确认 这名妇女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女孩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在事发现场 记者看到 民警正在进行调查 一旁的木椅上还放着一个袋子 袋子里装着一件衣服和一双女鞋 附近的群众说 事发当时有路过的市民 发现有人跳湖 而且是有两个人正在湖里挣扎着 随即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记者在中山医院 见到了这名被送来急救的女孩 据了解这名女孩今年9岁 医生介绍说 他们向女孩了解到 和女孩一起跳湖的妇女是她的母亲 昨天晚上10点左右 她的母亲带她到云当湖边游玩 在湖边的木椅上坐了一段时间后 小女孩就睡着了 等醒来的时候 她和母亲已经在湖里了 她说她妈妈跳 抱她一起跳下去 她说她后来抱在她妈妈背上 她就在喊救命 医生表示 这名小女孩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记者方一周报道 好 来看一下 今天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我是各项污染物浓度较高 监测结果显示 下午3点开始 我是出现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 轻度污染过程 其后污染物浓度持续走高 那今晚7点 我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98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2.5 为了缓解雾霾对室内空气的污染 新研发出的水洗空气设备 可以在家实现小型人工造雨 以减轻雾霾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如今雾霾成了许多城市的常见病 碰到犯病时 人们除了等风来 就是期盼一场大雨大雪的洗涤 那么既然风雨是雾霾的客星 可否将其请到家里来坐坐呢 日前空气净化器行业就放出了大招 研发出水洗空气设备 模拟大自然的清洁方式 在体积很小的家用设备内 设立人造雨区 通过瀑布般的暴雨 对空气进行强力清洗 空气中的绝大多数化学有害物质 都溶于水 最后会形成化学溶液而被排出 此前一些企业尝试过 喷林和导管入水的水洗方式 效果都不太理想 如何让水与空气充分接触 成为水洗空气的瓶颈所在 经过多年的公关 研制出三面圆形散射状的鱼木 在气流走向中 既让人造雨充分洗涤经过的空气 又避免和克服了漏水 湿度过高 细菌滋生等问题 既然家用净化器已经可以人造雨 人们是否可以期待 其实现人工小埋呢 据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 人工消物技术 现阶段还只属于试验研究范畴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差 预计明天 我市的空气质量等级为轻度污染 首要污染物是PM2.5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区新闻广场 我是诗涵 明天见